小普社早年是普里产业交易的枢纽 在里内也设有火车站共产业来运输 但后来因为经济形态改变 再加上有更便利的运输方式 八期水灾后受损的火车站及铁轨 就将它拆除不再修复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到 普里早年交通运输的发展严格 广城里前里长罗英雄就透过潘桥老师 希望他针对小普社火车发展史来写书 日前也举办新书发表会 六十多年前非常严重 这小普社本来有31间的小店铺 那么在八十几岁以后 小店铺都流失了 所以说到现在都会剩一间小店铺而已 所以说其实这个理由 是说要让这些光星里人 有一个历史的基益 我才是说来做出版这本车 我们工程的每一盒都给我们一盒 文石工作者盘桥老师表示 原本在罗前里长的资料提供上 仅有小普社的运输发展史 但因为早年产业运输 有通往热耐乡 雨池乡 国信乡等三个方向的铁道 因此就扩大书写内容 将整个水沙链交通运输发展写进来 去年一开始罗里长 他是希望我做普里的铁轨 但是我后来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普里的铁轨 其实是有往外延伸的 它有延伸到仁爱乡 有延伸到仪式乡 甚至跟国信乡也都有连结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罗里长说 我们不应该只有写普里 我们应该要把整个水沙连地基的铁轨 都把它纳入 先愿陈怡君感谢罗前里长 以及潘桥老师 为普里记录下珍贵的铁道发展故事 也肯定公所以及捐助基金的庙域 将书籍印制一千本 捐赠给学校以及图书馆 让孩子们透过书籍 了解早年普里铁道发展的历史与文化 那也感谢我们普里振公所 透过我们整个庙域的一个赞助 会注印一千本 然后要来送给许多的图书馆 还有各个学校 让更多我们普里的孩子 来认识我们整个大普里地区 水沙连铁道的故事 历史以及文化 副一长潘一圈肯定 罗英雄里长以及潘桥老师 记录下普里铁道发展历史成书 为普里留下珍贵史料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书籍捐赠给学校 孩子们能够从中了解普里长连交通 以及产业发展脉络 进而认识故乡 增进对普里正的人同感 记者陈伟一 普里正采访报道